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节目 每天都有大新闻 现在我们很多人把期待中美关系的贸易谈判的期待放在了日本了 日本在6月28号到29号会开G20会议 川普和习近平很有可能会举行峰会 虽然川普已经讲了 他会去 而且呢 他在欧洲的时候就讲了 很快会达成这个协议 但是呢 中国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我们节目是星期天为止 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宣布 习近平会不会去这个峰会 所以这一节我们讨论 这个峰会会不会进行 这个峰会还有没有多大必要 在日本 中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什么样的三角关系的变化 现在请出我们的嘉宾 两位都不要请了 就在我旁边 就不要介绍了 另外两位 一位是日本民国屋的江先生 江先生您好 你好 江先生您好 一位是在纽约 但是居然跟我们连线的 不在现场的 傅平先生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讲的是这个三角关系啊 讲的是中日美 一般的日本的外交家 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是 当美国和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 日本就和中国关系就开始好起来了 果然 中美贸易战一开始准备打的时候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开始改善了 不但李克强去了 王毅去了 还有杨洁篪去了 我不知道哪先去了 总之 这个抗日神据也不演了 对吧 他迎来了一个灿烂的 中日关系的 这个明天 习近平呢 要准备正式的 对日本进行正式的访问 国事访问 但是在这个时候 网言网事的节目里面 陈小平不是爆出了一个料 这个料呢 似乎现在证明了 基本上是准确的 这个料就是根据他所得到的情况 让美国给日本施压 就是你不能给习近平在G20会议的时间 给他进行国事访问 也不能在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让习近平先出访问日本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让川普总统先出访问日本 然后G20会议的时候 大家都不送国事访问 大家都属于一个工作会议 所以习近平也不能享受在日本的国事访问待遇 甚至今年 习近平还有没有机会 在日本进行另外一次国事访问 跟川普一样的 川普是 去了两次 因为刚刚去了一次 马上又要出一次 习近平原来准备了G20会议以后 再出一个日本 所以这样一种三角关系 互相取得比较好玩 所以我们这一集集中讨论一下 这个日本在美日关系中间 他的这个角色 先请我们的日本的 民国国的江先生 五个人讲的 对吗 对 基本上 您讲的这个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日本呢 他和美国 要是和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美国和中国关系不好时候呢 日本好像就会中国就好起来啊 就是有这么一个趋势 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趋势呢 其实也是有日本他本身一个战略所决定 就是说日本他要考虑就是说 如果说美国 因为他毕竟他现在等于是日本是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 等于说是他的枪 不能在枪口下生存吧 至少是在美国的一种威胁下 他是作为一个国家 他现在日本呢 如果说他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是希望的日本更加 我们更加有更多的发言权 所以呢 这个时候日本他某种程度 他想和中国啊 就是联合起来 我们一起呢 和美国有个什么发言权 但是呢 现在这个情况呢 对于美国来说呢 他就不希望 中日之间呢 会有什么 比较好的这个关系 他还是希望你们两个国家 搞得是越厉害 是越好 中国呢放抗日神剧 那美国是他们看的 他也太觉得 他们是觉得是 这个东西对美国是很有利的嘛 所以因为中国对日本威胁越大 日本就要靠着美国那边去 他这几年其实这个倾向非常明显 就是中国开始搞什么打压日本之后呢 这个日本和美国走得就非常的近 比以前就近得多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三角关系 但是说呢 现在呢 整个的情况来看 应该说是说 这个主动权还是在美国手里 比如说美国他要日本怎么样做到 基本上日本他不太不太不太可能就是 违背这个美他美国的意思 所以如果美国觉得日本和中国走得太近 他要提出来什么的看法 那日本他会往后退的 他不会再往前走 这个谢谢江先生 胡平先生您刚刚 胡平先生您在吗 嗯我在我在 对您刚刚访问了日本呢 你在日本的感觉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里 顾先生也批评过日本了 说日本就是个经济动物啊 对中国的人群不太关心 但是这一次好像您是到日本的议会吧 国会进行了一次演讲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日本 他的角色是一种变化 还是 就是因为经济六四 他没做一个 经济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项目而已 我觉得他 当然确实有所变化 不过变化还是相当有限 那您觉得在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过程中间 您是在之前的节目讨论似乎是比较悲观的 那您觉得G20这个峰会有没有可能会进行 或者进行的话有没有什么效果会出来 我觉得G20这次G20会议时间来的太急 太接近 太接近 所以在这次峰会的时候 习特会见谈贸易协议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哎呀非常累 直接和明了 你呢 他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了了 这个中日美和这个俄中美 这个日本是肯定是这个美国的一个代理人 在我最开始讲的时候 我讲他那个另外一种战略态势 是地缘政治态势五眼联盟为核心的 在欧洲是那个英国代理人 在在亚洲应该是日本 那可能有一个台湾 那在整个这个欧洲大陆呢 他也是有法德俄三国 都是都是历史上的大国 不会说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 是吧 英国是向来的战略同盟是吧 那日本是英日同盟 历史上也都是二战的时候 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是 咱们没看明白是吧 那这个里头呢 就是他走向军国主义了 就没看明白了 那在这个再往下走 这个G20这个会上来讲呢 因为川普讲了一句 就是说这个三千亿这个 在G20会议前不会加 不会加的意思就是提醒你 提醒你如果说G20咱们没有好话 后面可能就要加了 所以你看的这个 我我是认为双方在这个G20会议之前 会有很多戏 会有很多戏演给对方看 会有很多戏都在争取这个谈谈的时候 因为两个人见的时候不谈贸易谈什么 我不知道他两个还能谈什么 如果说坐在一块不谈这个谈什么 所以你跟胡平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对 虽然实际上比较紧急 好像 但实际上呢 中美贸易谈到什么程度 双方的已经比较清楚了 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 这因为汪刚刚放这些话 如果说 就是我们三个都没有理解错的话 贸易战打输了 就是要签了吗 我的一般观点观点就是 中美贸易战现在发生的 按照美方的条件签 我的意思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双方出现各种波测啊 都是必要的 为什么必要的呢 王对王才有重要性呢 要不想王对王干什么呢 不能礼貌性的见一下 你不能说像其他的一些 正式访问国师访问 我们签一个合同 人家早就准备好了 那不就有细节 谁记得那些协定了 对不对 打到头部写着 打到这样 就是最终我王对王来解决 所以最终 不管是不是G20 还是什么什么 总之是王对王解决 不过时间是比较紧 时间是比较紧 什么叫时间紧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紧 我觉得时间是丝毫的不紧 就是情绪上能不能转弯 是这个问题 时间不是问题 为什么呢 在那之前 Lighthizer Mnuchin 几个人 他的备案 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这方已经认可了 对 两个人就突然翻盘 那问题 装上样子 在那块 最后敲定怎么样了 最后OK 就完了 然后他们要就是 所以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白皮书搞出来 又是个高级黑 低级红高级黑 就是让你习近平没有推路 这个丧权辱国条约 谁签谁就是丧权辱国 OK 我们搞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吧 就是我们对G20 能不能有所突破 我们不能说 答对协议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你这是签字不可能 就是说根本性的突破 突破 对 我们搞一个民意调查 你认为有突破吗 会的 江先生 我认为会有突破 胡先生 我不知道突破什么意思啊 我看很难 OK 大家有点别扭了 OK你呢 做少数派这个 我觉得会有突破 好 我也是这样 胡平先生 对不起了 你孤立了 但是孤立的人往往就是你凶 对不起 对不起 光荣孤立 那我们现在展开一个讨论 就是 不管达不达成协议 中美贸易的这个谈判 这个战争 这个竞争 一定会持续下去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既然有这个大的背景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上干脸 迷糊了我们的眼睛 也不能一时他们达成的协议 迷糊了我们的眼睛 你就跟抗日神剧一样 抗日神剧真正的影响大局吗 不影响大局 而且 为什么拍那么多抗日神剧 关键是恒地尔那些 景都不好了 成本特别低 所以 一步一步拍 哎呀 我们顾布氏 你准备了一个长篇的发明 当然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就是说 你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的分析 你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就对你进行批判 OK 我就希望大家批判 我最喜欢大家批判 受重视 我呢 就是非常简要的过一下 大概有十几点吧 就是谈到的就是中国 中美美中贸易战的 谈议及后果 那么这个 我认为的就是如果 我先假定啊 他是 达不成这个协议 达不成双方都能满意的这个协议 那么呢 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后果 我之所以利用这个和平先生 本周的这个新闻的这个讨论的平台 谈这个的话呢 也是想让谈判双方 都了解我的分析的观点 希望他们也在看和平先生的这个 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 明镜今天大新闻 明镜今天大新闻 对 在这个我们的讨论 然后呢 希望呢 也能够影响多少 不知道啊 能不能影响他们的立场 能不能影响我们不知道 咱们不知道 看来你就是肯定的 对 你希望影响吗 我希望影响 我希望 我希望 世界向着我认为的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是呢 能不能发展 这就看那个主要的行为 你希望达成还是不希望达成 我呢 我呢 现在是分析的他 如果不能达成 会有哪些后果 我知道那是客观事实分析 价值上 你希望达成还是不 价值上 我希望川普通过谈判 让中国带来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 和平的 通过中美之间的谈判 使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 但是我的价值很难兑现 但是我所以现在他谈一谈 他达不成协议 这个大概会什么情况 一个呢 对双方经济的影响 显示双方的这个 现在已经双方的股票市场都在掉 显示目前这个两个国家 已经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 所以现在股票波动啊 失业啊 GDP下降啊 而且有可能经济衰退 而且波波及世界经济 这是一个后果 第二 这个40年各自国内精英 与社会累积的 对对方的善意 信任感的快速的下降 以及接近枯竭 从以前曾经的准 双方的一种准军事同盟关系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要对抗苏联 发展到这个以合作为主 后来呢 又以合作为主呢 变成竞和 又合作又竞争 现在未来如果达不成 未来再发展下去 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准敌国的关系 第三 一年办的这个贸易战 这个后呢 你看嘛 才打了一年半的这个贸易战 现在双方都在公开讨论战争啊 美国呢 说是文明冲突 而且呢 文明冲突有可能导致热战 还有呢 这个美国可能面临 是高加索人面临的最危险的 种族冲突 这种言论都出来了 这Skinner女士的 而且呢 美国的一些军方的人 询问中方 如果美国 用常规武器打击中国的核武器 中国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来首先使用核武器 而且呢 中国呢 在听到美国反复做出这种询认之后呢 中国改变了他的首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这已经公开了 他们他们声称呢 现在现在的改改动的这个政策呢 是这个环球观察登出来的 他说是应该改 但实际上呢 他们已经改了 而且说中国什么什么什么中国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别如果你们不信我们的 别为我们言之不欲 这个有官方的表态吗 环球观察是他们的大外宣 而且呢 他利用大外宣呢 就是先发出一个讯号 不是政府承诺 他是一个低层次的 然后呢 他说呢 中国应该怎么改 实际上就放出讯号 放出讯号 他的他的背后呢 肯定是军方已经经过内部的这个兵器推演啊 和政治和政党方面的商量啊 都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一致的意见 包括外交方面都都会都会参与的 现在的这个政策呢 是什么呢 就说如果中国的核武设施 核武器或者呢核设施受到各种常规武器的袭击 那么呢中国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 第二 而且呢不光是对 要对对方的国家 军人和这个武装分子使用核武器 虽然他说我们大的不所愿所愿核武器的政策 仍然维持实际上是空洞的了 但是他已经给他重大的修正了 而且不对无核武器 所以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也仍然坚持 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这个抽象的抽象的 那如果说这个攻击来自于无核国家呢 他也会使用 他实际上也会使用 第二呢就是如果中国的航空母舰 和战略核导弹受到攻击的话 就是载有战略核导弹的潜艇受到攻击的话 受到核或者常规的攻击 中国都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如果中国本土的重要设施 这个包括重要的水利设施 实际上是三峡了 狗猪霸了 还有铁路公路人口聚集地 所以我们都会使用核武器 受到这个常规武器的袭击 不管造成的结果是重大的打击 或者是不重大的打击 不管是由有核国家从事的这种打击 或者是无核武 无核国家从事这种打击 我们都有权首先对对方的国家军队和武装分子 首先使用核武器 所以呢 而且呢 他说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 他说只会使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陷于彻底毁灭的境地 他说中国政府想利用这个机会 他甚至说中国政府了 虽然他说他是环球观察 也不是外交部发言人 也不是军方发言人 他说中国政府愿意利用这个机会 就仅正告某些国家没提名 正告某些国家 所以你看才打了一年半 所以你可以看出了贸易战 他的这个对于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国际安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这也许和川普原来的想象啊 是是不相符合的 他原来可能没想到这个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而且他现在中共甚至已经通过他大外宣在说呢 如果美国要打伊朗的话 我们中国可能会冒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来支持伊朗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就他们会愿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才贸易战关税才争了一年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已经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你说危险还是不危险 另外呢这个一个后果第四个后果就是中俄会进一步靠拢 未来呢有一个这个结论呢我和和平先生不一样 和平说中俄搞不到哪去的 他们两国之间有很多的恩怨啊 我认为中俄会进一步靠拢 主要看美国对中国的时代的压力有多大了 而且在可运的未来 我可以想象美国会继续施加压力 即便贸易贸易达成协议 然后呢会建成准军事同盟 甚至正式的军事同盟 自由贸易期甚至共同市场 那么在未来因为普京已经提出来 他希望中俄之间建立共同市场 已经提出来了 包括五个斯坦 他说应该向那个方向来努力 然后呢美国呢会怎么做呢 美国有可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改为一中一台 改变以后呢 会有可能会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 派部队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呢 这个 还有呢就是 这个就是如果中国敢打台湾的话 美国会出兵 肯定会出兵 这等于是Certainty 而且呢美国和中国甚至签订的军事联盟关系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美国和台湾 这个 而且中国最近的今天的威胁 是美国不要玩火 在中共的外交史上 他们最大的两个威胁 一个是玩火 就说明他们要动武 他们会动武 还有一个是 不要言之 误认为我们是言之 误为言之不悦 误为言之不悦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 对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 这是这个大白话的这个翻译啊 那个 第五点就是南海台海东海安全情势 可能会 这个变得更加危险 战争风险进一步增加 第六呢 中国国内的政治压制会更加严峻 第七呢 是这个美中不经冷战阶段 直接就开始进行一场有限度的区域热战 这可能性大幅度上升 第八 美对中国改 改采这个 这个 这个 进和政策变成为威慑为主的政策 就是 当时对对这个前苏联的政策 而且甚至不排除采取改变政权的这个政策 而且 而且呢 因为美国要要尽一切的可能 不允许中国或中俄同盟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那么 至少在中国成为自由国家之前 而中国很难想象中国 他自说自话的自动的成为自由国家 那么在中国的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的这个 形成之后 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自己成为自由国家 会变得更加困难 第九呢 是这个走向一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却越来越认为有必要为此做好准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便没有伊朗的问题 也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十是世界两极化或者三极化 两极化和三极化的特点 咱们今天没时间讨论了 两极化的一般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竞争的烈度会更大 如果打起来的话造成的伤亡 损失会更大 但是它要比三极化更加稳定 这种结构要更加稳定 三极化因为它涉及到三个不同的权力中心 它那个小的冲突的频率会比两极化要高 但是由于它是三极化 国际系统对于这三方的制约也会多一点 所以它真要打起来的话 这个冲突的烈度会比两极化下打起来的 这冲突的烈度会小一些 为什么三极化呢 因为欧盟有可能分裂 这个东欧导向这个俄中联盟 西欧中欧和美国报团 十一是从美国会被从欧亚大陆被边缘化 而且加快美国的衰落 十二是如果美国采取一个大战略 能把欧洲欧盟澳新日本和世界上愿意参加的所有民主国家 全部联合起来的话 这个不光经济上走向一体化 甚至在政治上更加多的协调 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世界自由民主的联盟的话 那么这会就一个不大一样的故事和前景 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那么中国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中国俄国更换政府 这是有可能的 甚至中国解体也是有可能的 俄国进一步解体也是有可能的 这两个政权要崩溃以后 有可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美国能够成功的联合西方 美国的自由民主的力量的可能性 到底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未定之天 但如果让我自己判断它的几率怎么样呢 我觉得几率并不高 那么这是第十二 第十三呢 就有可能这个世界的NPT的制度崩溃 就是核不扩散制度会崩溃 那么因为美国有可能在那种情况下 允许日本、韩国、日本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来这个制衡 威慑中国大陆 第十四 我的分析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么证明了 安斯坦和顾维群两个人独立提出的一条 这个准则 就是人类的愚蠢是没有边界的 就说这么多 那些是我们顾布施的现实的思考 那些是他想象的质膀 我现在都糊涂了 因为有太多点了 你看一般的这个政治家都是讲三点四点 思想基本原则 没有讲十二十七百原则 开玩笑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很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呢 有一些观点 大家的想法可以针对顾先生 你也可以自己分开自己的想象翅膀 就是怎么去想象未来中美贸易战所引发来的 未来世界的格局的变化 好吧 那么先请这个江先生 你的声音听不见 对 声音听 就是刚才那个顾先生讲的一些话 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赞成 实际上是个合 就是打合战争这个事情 我没说打合战争 我没有说打合战争 对 我问就是说我们这个中美之间 如果发生一个打仗的事情 一旦这个两国打仗 别人死不死不说 那两国的这个领导人首脑 必须要死掉一个 你像德国和这个苏联打 那要不然希特勒死 要不然斯大林死 他必须要死掉一个的 你像这个日本和这个美国打 要不然他就是日本东条英基死 要不然就是这个美国罗斯福死对吧 最后呢 东条英基是希特勒死是吧 东条英基是被美国人给绞死了 所以说习近平他要想打 他首先要考虑他自己会死对吧 如果他要是觉得他能够 他已经说了我将不我 他已经做好我将不我的准备了 你听他讲过吧 我预言的这个战争的水平啊 中等烈度的区域战争 中等烈度的区域战争 对对对 不会是全面战争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 因为你要想打 很难控制是否中等烈度 真的当时候一打起来 什么事情都会出来 就是只要现在冒他贸易战 你想控制个中等烈度 其实都很难的 所以一旦打的话 他就必须要做好死的这个准备 那么我们看习近平他想不想死 他不想死吗 他还要当是当皇帝 当终身制 这样一个人 他我觉得他是不太可能 去下决心去打的 因为这个首先他自己 他还想不想当是当 我大概想当几十年皇帝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和俄国的结盟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 他绕不过 就是如果中国和俄国结盟 是普京领导习近平 还是习近平领导普京的问题 对吧 这两个人谁如果是谁也领导 领导不了谁 那你就结不了吗 对吧 新时代领导旧时代 习近平是新时代 对对对 如果那那个普京能不能接受他习近平的领导 他愿意 普京这么一个强悍的人 他公开说了 他公开说了 他说世界争霸 这是中国的事情 成为跟美国争霸 我们俄国只是要发展经济 他公开已经讲了 他已经承认他愿意做老二 我觉得他所谓要坐老二 就是接受中国的领导 就是意思 因为你要中国好比 他搞一个军事同盟的话 那好比是这个 像美国和欧盟 他北约的司令是美国人的 对吧 那如果中国和俄罗斯搞个军事同盟 那是不是中国人当司令 对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 现在这个确实是中国和俄国 它很难走到一起 首先是它这个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如果是中国和俄国搞个自由市场 它没有办法搞 因为俄国它是没有购买 中国是希望 我们要输出我们的 它需要外国一个市场 可是俄国它非常穷 它没有办法去买中国的东西 所以中国的东西 你要卖的俄罗斯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是中国它又需要得到 它向美国得到一个很先进的技术 俄罗斯又没有 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做生意 它第一个它能得到美国的市场 第二个它可以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 这个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是重要 可是对俄罗斯如果去干 它什么也没有 一个是市场没有 一个是技术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中国和俄罗斯经济上 它没有办法走 俄国的石油 俄国的武器 俄国的粮食和武器技术就够了 OK 继续说 对 你说是这个俄国确实 但是这个俄国对于中国来说 它只是单方面的卖给中国武器 卖给中国这个粮食石油 但是呢 中国如果你单方面广从 这个俄国进口 就等于是中国这个贸易逆差 它也存入不了 那么中国卖给俄国什么呢 对吧 那它俄国没想买 日用品 它是这个东西 它用石油换 对石油换 但是它是换了以后 它没有购买力 现在这个俄罗斯它 现在它这个国家又很穷 现在它相当于广东省 它换的那点石油 其实石油它一年才是几百亿嘛 对吧 美元顶多是几百亿 这个几百亿 它不可能全拿来买这个中国的产品 所以说它这个俄罗斯它太穷 它是很难就是让中国人能够从俄罗斯那赚点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没有 如果真搞的话 只有俄罗斯是单方面获利 大量的像中国卖石油 卖农产品 它卖武器 可是中国你真真是没好处啊 和那个俄罗斯一起交易 所以这个市场我觉得是还是很困难 我非常支持你打击顾伟纯呈 对不起啊 这不同的意见而已 没关系 我使劲用物理打他一下 我欢迎核打击 我欢迎日本对美国进行核打击 尤其对民进的总部进行核打击 胡医生你讲 请你讲 我简单的意思就是美中的冲突是欲罢不能 就这么急 就这个意思 他呀因为刚刚是日本回来 有时差的问题 嗯 导起来比较麻烦 找了一个理由 现在你做整个地方 因为胡彬哥我是哥们儿 不愿意打击我 所以我是觉得那个 这个顾博士陷到那个世界岛 那个理念里头去了 这个里头是有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 就是说 你帝国如果说没有持久的这种 经济支撑 国将不国 帝国也一样 从这个合作的角度来说 经济合作的角度 应该说美国是中国最好的合作伙伴 就是这个从态势上来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间这个隔了一个 隔了一个太平洋 海洋运输非常廉价 非常廉价 中国和这个俄罗斯这个漫长的欧亚大路要跨过去了 那这个帝国只有那个蒙古帝国还有点意义 他就是说完全是非常低水平的 非常低水平的那种帝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平可以提高的 但是你要是这个 他们很多人都会工业化的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工业化的话 他这个海洋运输非常重要的 你中美中中俄之间没有这个关系 美国他是一边有环太平洋 他有一带还有一路 一路是很 那个都是在假设 如果说现有的国际体系崩了 他们的 那个一带一路是什么 一带一路是灾后 我都没法说灾后重建方案 他是一个想象的 如果说美国这个西方世界对他封锁 他该怎么办 他是你搞的东西 但是你想 如果说一旦人家是要封锁 因为美国不跟你玩了 那你不跟你玩是个简单的 他还要封锁你就不一样了 不跟你玩你自己玩 这是各玩各的 但是在一个地球之上 你想各玩各的吗 他的那块领土是接染的 所以就是说 你说这个 一路 一路的效率非常非常低 就是在你这个市场 你这个一路的效率非常非常低 这个一带机会 基本上被 被被嘎死 就是技术可以提高的 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是没有戏的 你那个欧亚大陆带是吧 要不打仗的话 那个路是通的 我就说他这是完全 完全是一个前后无逻辑的一个 就是我一直认为一带一路是脑残策略 一带一路脑残策略 2025就是一个星球大战的一个影像 就是要搞死 要把 根据国家的了解 他有不同的知识上的渊源 一个渊源是我这儿的 我83年提出的 中国要修三条铁路 一个是和苏联通 当时只差七种里 还一条和巴基斯坦通 我不反对一个什么 当时我分析的主要的是经济的原因 在西方世界 地缘政治不多 对 在西方世界不干预的情况下 你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低效的 这个你说的这个世界岛 主要的考量是经济 很低效的 我当时连世界岛的概念 因为我为什么想起这个事情呢 因为历史上有一个案例 就是李鸿章和祖宗棠 李鸿章是精英海军 最后全军覆没 因为他碰到了日本 对不对 左宗棠是精英西北 拖枪千里 就是大清帝国 他承接海洋文明的成果 承接海洋文明成果的时候 他对内陆是强大的 他对中亚地区 甚至对俄罗斯都是强大的 现在的俄罗斯得不到的话 那他是强大的 那他面再面向海洋的时候 他是败在日本人手里头 这个是地缘 从地缘上看 这是有一个验证的 就是在清末的时候 说大清丧权入国的时候 左宗棠干的是什么 那么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说在西方世界不干预的情况下 你以中国为龙头 往西走 他是势如破族的 势如破族的 但是他建起来这个系统 是一个非常低效的系统 就是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包袱 越来越多的包袱 这看怎么说了 在路上他接壤 而且现在铁路已经通了 铁路的效率是可以提高的 现在运货已经开始 中国往那边运是700万 那边往中国运是400万 这个运量也会提高 你单纯是可以提高的 再有他的知识的渊源 就是一带一路 最主要的渊源 我那个渊源是几十年前的 83年他们也许看过 也许没看过 人民日报登了大半版 我给邓小平记我的文章 给胡亚王记 给赵紫阳记 然后他们后来就人民日报人主动找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怎么知道的 肯定他们上面是通日的 我是通过社科院的内部渠道 寄给他们的 后来人民日报登了 登了大半版 1983年8月23号 好像是登了大半版 登出来以后 84年末吧 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铁路就建通了 才70多公里就连起来了 但是和巴西斯坦只是才前两年 公路才修通吗 他们没请我去 我还有点意见 我觉得这是我的主意 还没付我稿费 不像你何老板还付点稿费 他们没有稿费 也没邀请我去 但是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渊源 最主要渊源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奥巴马的这个 亚洲再平衡战略 2010年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 2011年正式把它 他作为一个美国的国家战略 实际上就是制衡中国 阻吓中国的崛起 不让努力的阻止 亚欧大陆形成一个强权 也是世界岛也是 但是他说是什么 Kinder那的想法是一致的 在那之后 中国的一个reaction 一个反应 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 他是13年提出来的 是美国提出在先 中国的一个反应在后 而中国提出来的说 你们愿意参加参加 我们欢迎所有的参加 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 中俄美应该合作 把那个 那条欧亚大陆的那条铁路 修到美国来 修到美国来全部连起来 顾波尔斯绸这个词 然后我说把它命名为什么 是金银细软 对 每条路上走的是金银细软 你要是走大宗物品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你看 现在走的就是高价值的东西 葡萄酒 奶酪 都现在是高价值的 未来也会走的 你搞搞精密仪器 可以 是未来 他是怎么着呢 他比路运 现在他是 所以你说石油啊 铁矿石啊 这些可能麻烦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他那个路上运输 现在铁路 大概是海上运输的时间的一半 海上运输30天 路上运输15天 但是呢 他比空运呢 肯定慢了 但是比空运 路上就成本太高 路上比海运成本高 但是成本比空运低很多 所以很多的这个高价值东西 本来要用空运的 他可以 他可以那个 就可以优化 可以优化 可以优化提升 等于三个那个 而且还是intermodal 你可以不同的运载这个系统 可以连接再起来 这也是可以做的 而且呢 最主要的是他是接壤 所以我觉得呢 美国呢 不应该自败于这个系统 而应该作为一个特洛伊木马 把自己作为特洛伊木马 钻进孙悟空的肚子里面 到里面去帮他们制定一些 你没有想到川普实际上是一种手势吗 孤立主义吗 我知道他是孤立主义 我反对他的孤立主义 我认为 美国应该加入这个 这个系统 然后呢修一条铁路 把这条铁路的经过白岭海峡 进入这个阿拉斯加 加拿大 美洲大陆 再往南一直 一直修到这个南 这个南 这个南美洲的 他根本不是搞政治的 是搞铁路专业 南美洲 就就就如果说 我是给美国政府 然后呢 让他们玩去吧 吃灶吧 他们累死了 然后呢 我说应该秀一个隋道 这个隋道呢 命名为 川普普京习近平隋道 哎呀他就是隋道 然后呢 把那个 把这个地缘经济 地缘政治的竞争 我们做法 我应该做 坐在右边 把这个 把这个三国的地缘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的竞争啊 变成为一个具有更多的合作 变成了 合作性质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叫 今天大新闻 结果你把它变成了 今天大铁路 我现在必须要粗暴的 这一百年 展望一百年 必须粗暴的宣布 今天大新闻 是星期一天 我们应该 今天应该是教会的日子 喝酒聊天的日子 我们今天大新闻 应该做到这里差不多了 但是每一天都有今天大新闻 所以 没有讲完的话 下个星期接着来 非常感谢日本的江先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胡平先生 谢谢 你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话太少 日本讲话太多了 累了 主要是我们投票的时候 他是唯一的一票 唯一的一票 少数派 我说这个里头我们不要太过多的关注俄国 因为俄国就是 不跟展开讲 不跟展开讲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 江森哲和胡平先生 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 好 我们这个 期待到他们的这个会谈 看有没有什么结果 反正 就是说如果成功举行呢 我们是四个人赢 对不对 这是明镜的嘉宾的结果 假如他们没有成功 也是明镜今天大新闻的城 因为胡平是我们的嘉宾 总之 战略上也是我们赢 战术上也是我们赢 明镜总是赢 对对对对 在赏何老板一杯咖啡 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 感谢我们的导播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谢谢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练习